凌晨5点,黄秀莲就开始制作小蛋糕 一做就是6个小时 不只考验体力,还要忍受烤炉的高温 要为马六甲慈济国际学校筹款 因为很多人喜欢吃鸡蛋糕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鸡蛋糕拿来做出来一卖 哎,好好吃了 想要筹多一点钱 黄秀莲脑筋一动 足以诱打到自家种植的水泵身上 爬高爬低采收 再忙再累,他都无所谓 就是说要很坚定咯 有坚定的心你就会做咯 就把这个钱捐款在这个国际学校 我做了33包 所以我从2点开始做到5点半 把握机会,一有活动 黄秀莲就把小蛋糕和水泵拿出来一卖 大家都热烈响应 一拿到就有感觉到是妈妈做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很喜欢 就买了,有一点可以吃 然后就可以煎给学校 因为认为说可以做三次的当儿 然后孩子他们就可以吃到健康的那些食物 这样子咯 很好吃了,他昨天后当年 有心又有力,黄秀莲尽一起之地,互持教育 带来新闻饶鱼论,慈秋庆,钟建民,马来西亚,马六甲报道